各位同學好 我的背景跟上榜資訊都已經寫在黑板上了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部分是關於 如何有效率的記憶 記憶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這無庸置疑的 其中將短期記憶轉變成長期記憶的過程 會涉及到海馬回跟信仁河 海馬回負責的是說 將事件的明確的形象給記下來 而信仁河則是將一個情緒標定在那個事件上 讓他有一個反應 而換句話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讓他記住 而且非常印象深刻的話 那你一定要對他有感覺 要怎樣才能讓他有感覺 那我舉個例子 請各位稍等一下 大家好 為了讓大家能夠體會這個感覺的威力 所以我只好犧牲我的色相 想必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噁心 或者覺得很可笑 或者有人覺得很帥氣 那都好 重點是你們都有了一種感覺 而這種感覺可以幫助你對這個影片印象深刻 那接下來我就要介紹如何在準備考試的這段期間實踐這個概念 而方法很簡單 總共有三點 第一點 就是保持心情愉快 保持心情愉快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今天很憂鬱的話 那你就會陷入自己的情緒當中 在自己情緒當中的時候 你很難去對事物有好的感受力 所以排解壓力 保持幽默感就非常的重要 舉例來說呢 今天 今年的磁地生物 大概42題吧 他就是問說 欸 下列哪一種生物 他的 他沒有 不具有消化器官 如果這題有讀書的人 反而可能會答錯 因為他們就會想 欸 扁形動物們嘛 扁形 蜗蟲 蜥蟲 掏蟲 那 這三個生理特徵應該是一樣的啊 可是如果這樣想這題就答錯了 黃彪老師上次有講嘛 像掏蟲這種 完全寄生的動物 它其實只具有 生殖器官 全身都生殖器官 我當時聽了就覺得 哇賽 居然有一種生物 全身都生殖器官欸 那有多屌啊 如果今天我是人類 我有 全身都生殖器官 啊 那個畫面 真的很獵奇欸 我一邊想到這個畫面 一邊就把這個概念給記下來了 而且很幸運的 慈濟今年考了這一題 讓我 撿到了一題 還有一次情況是 有一次理科老師上譜話 再上膠體容易 那時候 我很無聊 突然上課上了我就笑了 因為我想到了一個 腦筋急轉彎 那時候我就想 喔 那 來考考大家 做什麼運動 不能幫助減肥 答案是 布朗運動 我知道應該還蠻冷的 沒有關係 重點是 大家在準備後動這段的期間 會感覺到緊張 感覺到壓力 都是很正常 但是一定要 去試的 放鬆你的壓力 保持心情愉快 至於該怎麼做 因為很多已經拍影片的同學 都已經介紹過 我這邊 就不再囉嗦了 六點 不要依賴題目 不要依賴題目 為什麼 因為有些同學會覺得 哎呀我要更進度啊 所以說 他就會先做題目 然後就會想說 這樣我就知道 重點在哪裡了 可是這樣造成的結果 就是說 他就只讀那些 他認為是重點的地方 造成觀念不夠透徹 觀念不夠透徹就算了 他寫題目 就會錯得很多 錯得很多之後 他就會對這個題目無感 而且會心情很不好 會覺得啊 我好肥 我居然錯那麼多題目 根本就不想監討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 如果你先把觀念 完全都搞懂了 你再來做題目 你錯得少 對他就會印象深刻 而且你這個題目一錯 你就會覺得 喔這個題目厲害喔 你就會佩服他 欣賞他 珍惜他 結果你就會把它記下來 所以說我覺得 真正的自信 應該建立在你錯的題目少 而不是在於你做的題目多 當然我這樣講 並不代表說 做題目不重要 做題目還是很重要 我是強調的是 在學習的時候 你應該以觀念為主 而最後在 最後大概兩週三週 在衝刺的時候 你再來以跨章節的 考題來做全盤的複習 這樣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再來觀念的部分 因為有些人是用 提海戰術啦 但是對我來說 解題中就是雕蟲小技 真正重要的其實是觀念 只有觀念能夠幫助你去 解決那些 你從來沒有看過的題目 或者說觀念 如果你觀念夠扎實的話 它可以幫助你連結 舊的知識跟新的知識 讓你記憶更快更穩固 我舉個例子 像在減速分裂時期 細胞的染色體連會 就發生在前中期 那麼我們又知道 在卵巢裡面的卵子 也是停留在前中期 這代表什麼 代表卵巢裡面的卵子 就是停留在 染色體連會的時期嘛 那這就代表了什麼 我們想 高齡產腹 就是因為卵子 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 從來導致說 染色體不容易分離 造成多倍體 而這又是唐氏症的由來 像這樣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觀念 就把三個零碎的知識 給記起來 我覺得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那大家以後在讀書的時候 可以節省更多時間 第三點 不要太嚴苛的行程表 我覺得行程表 這種東西 你大概每個禮拜都可以重新再排 重點是你只要知道 這個禮拜你要讀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首先 如果你今天排行程表 你排得太嚴苛的話 第一點 你會覺得說 啊 我做不到 因為你很容易就失敗了 那你就會花很多的精力跟時間 在那邊懊悔 在那邊 自責 你就無法保持心情愉快的方式去學習 去念書 再來第二點 如果你今天為了趕進度 那麼你就會很草悴的念過某些章節 我們知道 不可能每個章節 都是一樣的簡單 已經有無法預期 遇到的困難 所以不用想說 我一定要在什麼時間把這個讀完 而且 如果你因為 為了趕進度而讀不完 你就有可能會熬夜 熬夜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 以我個人而言 假設 我今天讀生物 我讀得非常開心 我讀得好有效率 我覺得今天生物特別有趣 我好像 好想再多讀一點 那就多讀一點啊 沒有關係 因為 此時此刻 你對生物這一科的吸收力 是最好 最快 最有效率的 就算是壓縮到一點 其他科的時間也無妨 這個機會難得 就是繼續讀 當然 我這樣講也必須要注意一點 就是 任何一科都要在 定期的 有所接觸 而避免生疏 你一旦生疏的話 那麼 接下來會花 幾倍的時間去回憶這個過程 那就浪費掉時間了 所以以上三點呢 是我在今年準備後中 關於學習效果的一點心得 剩下呢 還有一些小建議 算是蠻個人的想法 就是 我覺得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作文上面 因為 我覺得不論是國文作文 還是英文作文 他投資報酬其實都是非常的低的 因為 因為投資報酬是低啦 只要你超過 大概寫超過五篇的話 其實 接下來 嗯 你可能多寫一篇 獲得分數就不明顯 那假設題目出來 只要稍微一雕的話 那你根本 其實就是被打回原型嘛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不在於說你寫了幾篇 而是 你大概寫五六篇 把他 考前把他記守 然後在考場 就算題目雕 你就發出 發揮出你應有的實力 這樣 分數也就不會太難看 國文 我主要是自己看的啦 因為我覺得老師上的有點太慢了 所以 只有在詩詞 還有對聯 還有 書信 跟現代文學的部分 我有特別去把袋子拿起來補 這點還蠻個人的啦 但是 我 題目大概 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做一份吧 就維持語感 那自己讀的部分 除了課文內容 我會 比較加強是 國字註音跟 成語的部分 然後這個準備方法 我三間國文 基本上都有80以上 我覺得還算是 我覺得這個方法 可能算是蠻有投資報酬率的 最後分享 我今年是 第二次考嘛 去年我是自己唸的 考起來的成績算是慘不忍睹 平均大概65到70吧 所以 今年來到高原 其實真的是 進步不少 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一些戰友 讓我這一年 覺得讀的還蠻開心的 所以 希望同學 無論 新生還是舊生 都不要低估自己的潛力 都要靜下來 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那我的分享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小年 祝各位早日金榜提名